传播二创未成年血腥图片构成犯罪吗 好家伙 好多粉丝疯狂私信我 想让我说一说 网游原神用的角色可力 被二创成血腥分尸图 又在某吧传播六个小时以上 引起了大量的围观者的不适 那这个传播者构成犯罪吗 但就图片的内容而言呢 还没有达到刑法中恐怖主义犯罪 但实其危害性呢 或可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10日以上15日下的拘留 1万以下的罚款 除此之外呢 二次创的本身也是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的 那么八管理者是否确承担责任呢 一句美妄简第1195条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为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当然了 除了知识产员侵权之外 如果该图片给观看者造成了巨大的 心理伤害或者无法泯灭的严重阴影的 条相关医药重点呢 也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